大家好,我是UP主中的小月生 这期视频分享一下小田龙正的冒点与防守 小田的冒点其实只有五个 第一,背转身投篮类 包括,变相转身投篮 接球转身投篮 飞身转身投篮 落地转身投篮 站位尽量贴近小田 后转身结束以后起跳盖帽 第二,反转上篮 上述技能在范围内都可以二段变为反转上篮 冒点一样 冒点在向前转身后准备上篮 脚离地的瞬间 需要特别注意站位 反转上篮是固定右手 所以站位尽可能在小田的右边 靠近篮下的部分 第三,接球快速抛投 冒点类似于高煞的接球扣篮 球传到小田手里时起跳 第四,接球反身勾手 类似于先到上篮二点 冒点在小田转身过后 球收到怀里的时候 第五,大招 大招冒点类似于潮旗 冒点在马上跳到最高处 小田的终结技能就这五种 冒点好找 但是对于站位要求很高 之所以不太好防守 一是因为小田的前置技能很多 转来转去 一旦判断失误 就给了小田一个空位 二是因为小田速度很快 而和小田对位的赤木 鱼柱 花形 脚步都比较慢 不容易跟上 具体应该如何站位呢 如果小田在禁区内持球 那么他可以选择的进攻方式有 原地投篮 反转上篮 背转身变向 接反转上篮的内线出手点 背转身投篮 背转身变向 接背转身投篮的外线出手点 大致出手位置如图所示 内线出手点大致在篮下 外线出手点呈到三角状 小田的起手突破动作 一般都是背转身变向 这个技能先向后转身 然后向一旁突破 类似于猴子的突破 或者刘川峰的拜佛 熟悉这个技能以后 防守思路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 双内线 和小田对位的球员 第一个后转身跟上干扰 不跳 小田的抗扰能力不高 放他头 如果小田被转身变向突破了 就提前去上树外线投篮点 蹲他盖帽 反转上篮交给篮下内线队友 第二种 单内线防守 单内线防守小田压力比较大 需要熟悉小田反转上篮的范围 在范围内时 内线在篮下冒上篮 外线尽可能协防外线出手点 给上干扰就行 一旦转身出上篮的范围 果断去补外线出手点 防守球员都应该注意 小田在加速时 或者抢到篮板和地板球时 都能马上接被转身投篮 在技能范围内 也可接被转身变向 或者二段反转上篮 需要时刻低防 别给空位 小田虽然是第一个夺宝C 但在这个三井横行的版本 却是冷门 上场次数少 大众对于他的技能不熟悉 往往不知道如何防守 等大家熟悉技能 并默认分配好范围内 完全防死他 并不是不可能 好了 本期视频先到这吧 点赞 关注 解锁更多范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